我们先煮那个辅助玉米糖,白果糖,糖水 你给他们看那个你要用的材料 玉米跟香囊玉 这边有2000ml的水 我就把这个玉米先煮 玉米我写清洁了 玉米要写清洁 然后倒在这个水里面煮 哈喽Alicia,哈喽Annie 晚上好啊,晚上好 我们现在在煮那个辅助玉米白果糖水 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斑南越和玉米放下去 然后煮这个玉米先 玉米,玉米,要煮多久? 煮熟了,多久? 15分钟 15分钟,我们煮15分钟 然后现在 好,你看啊,刚才我们煮的那个 玉米,辅足玉米白果糖水 所以刚才我们把那个玉米和斑南越放下去煮 所以要把那个玉米煮熟先 熟了没有? 好,这么多哦 你怎么懂它熟了 它软的就熟了 好,玉米软的就熟了 玉米水很多人都会煮了 要是要煮玉米水这样 等一下再煮 那个玉米已经软了,已经熟了 把这个冰糖放下去哦 看那个冰糖 这个冰糖融 厨阳,谢谢你 他最近做的那个筍粿很成功 呀,你们如果有做任何的东西很成功 你可以post上我们的网哦 要跟大家分享 到我们的煮叶跟大家分享 ok,要把那个斑南越拿出来 这个斑竹也放下去 我会泡水了 洗过泡水 然后拿出来 要不要泡半个小时就好了 泡半个小时 对 要洗清洁啦 因为这种是 那种晒干也是烘干的 斑竹是dried bean cut 是这种是煮糖水的 有另外一种不是煮糖水的 还有分啊 有 所以你去买这个dried bean cut 辅足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看 它是不是煮糖水的人 要不然那种煮什么 那种是拿来煮菜的 哦,煮菜 所以有分了 对对对 所以MTUC会写啦 哦,我不知道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反正这个是 你可以买罐头的 也可以自己做的 这个白果ginko nut 吃了可以 增强 养盐 增强你的那个脑力 补脑 补脑 你可以放鸡蛋 Any home不用客气 我们只是分享 谢谢你 Hello Linda 要放鸡蛋啊 对 放鸡蛋 整粒鸡蛋啊 不要打碎 要打碎 要滚了才可以放哦 整粒鸡蛋打碎 等一下 等一下只是淋 好像蛋花这样哦 我很像山菇这样 你要放鸡蛋 我都觉得很像新奇 这样 蛤,你要放鸡蛋 给它的糖融先 它冰糖先融了 所以你们看我只会吃 我不会做 所以它要放鸡蛋 我都很惊讶 冰糖融了之后 你就可以放鸡蛋 要滚啊 水要滚 水要滚 水要滚才可以放鸡蛋 把它放过啊 等一下 那个灯照过来 不要按按的 哦 还是要放这边 这样子不要煮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 滚了就慢慢倒下去 要一边搅一边倒 哈啰,Lita 你好,你好 谢谢你,Giokura 谢谢 Cherlito 谢谢 你看蛋花 有些蛋花 有些蛋花 这样就好了 MTUC Giokura 应该有吧 MTUC 有没有卖辅助 有些蛋花 有啊有啊 可是你要 可是你要懂是煮糖水的 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还是煮菜的 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等下拿给你们看 怎么分店 那个腐竹 是煮糖水的 还是煮菜的 有了 我关掉了 好,你看就好了 就可以关掉了 它已经关掉了 等一下不是好了 OK,你看啊 这个腐竹已经好了 等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的 啊 什么 腐竹一拟 白果糖水 OK 这样子 我不要拍到别的东西 这样 啊